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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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分数在近几年的选秀国宗里堪称可怕 要知道这季已经是第四季了 综艺界的三年这样可不是说说而已 所以到底是什么让这一季的明日开了挂呢 前三季都是单人抽到 第一季最强厂牌毛不易已经在乐坛历练三年 已然是让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乐坛新星音乐才子 且已经在刚刚完结的创三里担任导师 第二季最强厂牌蔡维泽则是乐队主唱 这头明四刚开播 那头她就带领着她的乐队参加了乐队的夏天二 第三季水晶时代是女生季 这一季则直接从选单人转变成组乐队 如果说超级乐队是祖心乐团的顶配版 那名次就是青春热血版 如今第四季已经播了三期 一太惊奇的发现这哪是什么音乐节目 孙明是老年相亲现场加狗血单美情景剧 18岁能干什么 肯定不是那种故意流出和前女友亲密照 不关注把想红两个字打在公屏上的素人男模 18岁的乐队少年太好科了 现在都已经2020年了 依旧是节目组发点人工糖精 一太就磕得甘之如鱼 龙总果真是干啥啥不行 搞CP第一名 当然节目剪辑也是中二有心机 总要翻变素材库 给我们这些老阿姨挖掘一些又污又甜的画面 最磕人的还是赛程设计 明明一正常乐队最基本也要三人成团吧 节目硬要消灭第三者 让学员两两组队 这就出现了一个颇有仪式感的环节 表白者霸气喊话 加接受者娇羞的说我愿意 一太严重怀疑策划团队看了不少婚庆典礼 就差没拉来 钻石横久远一颗涌流传的品牌赞助 不得不佩服节目组的两口用心 在这场强组CP的仪式中 总要有些亮眼的人设鹤立鸡群 比如万人迷杨英格 国际超模也是王家卫的第一个90后男主 优质外形时尚着装良好教育背景 一登场就引起了难笑骚动 虽然键盘弹的一般唱歌也就那样 但偶像光环必须带起来 连朴树老师都要夸 再往下就是比较凄凉的霸总胡宇童 所谓凄凉一般就是这类角色 小说女的反二让人又爱又恨 爱她技术大神董庄兄 演过音乐节上过一起乐队吧 恨她没事就做PPT 只爱开车不让人下车 最终胡总的归宿也让人好磕 约人无数 最后选择了一枚傻白甜跟她私奔 鼓手和小白花主唱越来越有默契 宇宙洪荒CP现在已经稳定发糖 成为了名次美帝CP 阳光帅气的印堂鼓手G一鸣 一米九大个能把奥交rapper直接拦入怀中 还能把小号鼓手一把抱起 打起鼓来又燃又甜 最可怕的是还长了一张阳光暖男的脸 从组队到公演 直接从《非诚勿扰》大型现场 突然进阶到了我们恋爱版的livehouse 于是贪心的节目组又发展出了不同CP类型 杨英格加李瑞阳 一见钟情 欣欣相惜 都是模特 都爱好并自学音乐 大爱相同的曲风 对视起来都能看哭彼此 重点是这一对很养眼 孔祥语加谢渊语 默默付出相互扶持 两个平凡人的生活总有不顺心 哭泣三连 换了背景 但两个人的姿势一点没变 不得不说谢老师是个实在人 安慰另一半也只会这一招了 王顺和加杨润泽 有人主动就有人被动 你当领导我干活 你来表演我编曲 你睡觉时我熬夜 你迷茫时我创作 张家元加马哲 有人强势就有人弱势 我选你你就必须给我揭示起来 东北老铁之间的对话 就算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也只能从了 而有一种老夫老妻 就是姬一鸣和赵珂啦 即使被盛情邀约 也要义无反顾的选择你 时间久了 两人性格都不再收敛 为一点小事就能终得水火不容 不愿跟对方说话 但说起话来都是对方的样子 还有一种老夫老妻是张扬和小智 度过了蜜月期便开始彼此嫌弃 你沉默不语时候我捉鸡 你碎碎念的时候我犯困 但每次说起对方依然是无限的好感和认同 吵吵叨叨又难解难分的 就是廖俊涛和沈真伯 沈真伯一个热闹从来不属于他的孤屁BOY 大家一起起哄迎新的时候 默默在座位上喝可乐 被廖俊涛的才华所吸引 腼腆BOY瞬间变直求 人狠话不多 双箭头 嗯是双箭头吧 两个既有主箭又特别较真的人 别人都做完了他俩还没讨论完 五星和任硬鹏就和谐多了 一个温柔体贴有担当 一个随和接纳懂称赞 你真棒你真帅 你怎么懂得这么多 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很有罕面感了 当然二人世界并不能满足节目组的 撒狗血的欲望 于是硬生生安排了几段三角关系 两rapper争一鼓手 一鼓手试图插足明月CP的情感 又搅合主唱和大提琴大乱斗 还有最后晋级攸关 两人PK一搭档名额 而节目组还管着叫快乐的影子 真是吃瓜不嫌瓜大 期间胡语童去质问五星 为什么要选大提琴 仪泰依西看到了情敌上门骂小桑的影子 这环节的设置真是有点 在扩大点范围遇上吵架闹脾气 CP间处理不了的事情 热心闺蜜团就出现了 有宽慰的 有支招的 还有纯靠热闹的 当然采访身边好友时候 每个人都会说 他俩啥事没有 在一起挺合适 真是天生一对呢 在所有人努力营造暧昧分文时 也总有不和谐瞬间 沈正博在两人三组抢极时 始终不愿意廖俊涛把手搭自己的肩膀上 这就是逼直男营业的下场 总有人撑不到最后 杨英格在采访中一语道破天机 节目组费尽心机将这36个boy 困在明日之子寺的训练营里 让他们互相对看着 大家在一起时间久了 已经笑不出来了 当初节目宣传时 大众以为的热血弹唱 校园禁忌 如今经历了告白相亲 恋爱养成 相害虾杀 已成大型循环现场 看完名次想去看live了 当然了 姨太有私心 小儿严永强走到最后 索娜一小黄金万两 想听她用索娜唱情歌 毕竟是怼过龙总的人 永强哥的底气也分享给你呀 小儿廖俊涛走到最后 优秀且努力坚持梦想的人 值得被看到 正题说完 姨太现在就告诉大家 怎么样才能在回家link上 找到明日之子的完整版舞台 首先不管你在哪个国家 用的什么网络 都可以在苹果 安卓或Google端 直接搜索回家link 就可以找到该款软件 安装后 点击打开此软件 第一步 自由选择全局模式 或智能模式 第二步 点击火箭图标 开启一键回家模式 第三步 记住不用点充值 不用注册 动动你的小手指 直接点击你想看的软件页面 就可轻松畅想国内模式 而且一键加速使用畅通无阻 比如你想看宇宙洪荒的互动 你就可以点击影视 腾讯视频 搜索胡宇童用补装安慰 停红节 看完正片不想走 你就可以点击明日高校二三式 一键补齐最新校方良 想听毛不易 廖锦涛的合唱歌曲 就直接点击音乐 网易于音乐 搜索明日之死 想看学院间的二次元互动小视频 可以点击短视频抖音搜索 明日之死官方抖音 限时免费后 做任务 还可以获得额外免费时长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超级nice啊 仪泰之所以推荐给大家 也是因为自己在用 真心觉得缓冲速度快 且价格实惠 心动的话 就赶紧去下载体验一下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斯伊特的视频 就请多多点和关注 斯伊特每天都会更新 精彩娱乐资讯哦